人有四根即鼻根,乳根,耳根,足根。 鼻为苗翘之根,乳为踪气之根,耳为神机之根,脚为精气之根。 可见鼻、耳,如仅是精气的凝聚点,而脚才是精气总的集合点。 观之临床,头脑清零,不履清见均为健康的特征,而头重脚轻,脚肿履间,为病体之躯。 因此,骨筋中外的养生健身方法,都极为重视足部的锻炼。 人有脚,犹如树有根,树枯根先结,人老脚先衰。 脚对人体起着重要的养生保健作用。 人体双手负责心肺脑的毒气释放,人体双脚负责干皮肾移的毒气释放,前者叫天毒,后者叫的毒。 奇妙的是,天毒与地毒就像正负电子的关系一样。 一旦接触就会互相抵消化为乌有。 所以,苍邪祖师在造字的时候使用了一个成语,叫手足情深,告诉我们,自己的手脚要经常接触,其目的就是将天毒与地毒互相抵消。 足疗师为什么疾病很多难以治好? 其原因就是让病人的地毒通过自己的双手进入了自己的心肺。 孙思淼,唐代医药学家被后人尊称为药王。 相传孙思淼活了141岁,留下多部中医剧著,除了民间秘方外,药王对学位的研究造诣极深。 他曾在在102岁所著《千金方》《杂病论》中说道,记忆学无所不至。 这个地方就是脚心,也就是泳泉学的地方。 拍打这个地方,不但能够防治一百多种疾病,而且方法也很简单。 药王孙思淼特别提到,一定要用手心拍打,就是用手心拍打脚心。 别看这个动作简单,作用可大着呢。 手心和脚心都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部位,尤其是手心的劳工学和脚心的泳泉学,更被医家认为是养生大学。 手心拍脚心,主要就是劳工打泳泉,在经络学位的调节与沟通过程中,能够使心肾相交,水火寂寂。 火不上眼而神自清,水不下肾而经自顾,太神奇了。 手心拍脚心有十大作用,一去除顽疾,防治阴虚扬抗,上时下虚,心肾不骄,肝肠上抗等症所导致的各种慢性常见丸症。 二,患发生机,对于未老先衰的退行性病变和虚劳亏损的消耗性疾病,如神经观能症,神经衰弱。 三,陪胜固本,防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及人老腿先老所呈现的腰腿,足部的慢性疾病。 四,开治机能,促进儿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育,开发智能,激发潜能。 五,养肝明目,对于慢性肝,胆疾患疾近视,远视等眼病,有一定功效。 六,疏肝解育,畅达情治。 七,心绪不佳或七情过度时练习本功,可立即消除郁闷焦躁,多愁善感等症状。 七,定制凝神,平衡心境,身体疲劳,神经紧张时练习本功,可使头脑清晰,心情平稳,思维敏捷,精力充沛。 八,对失眠症有良好的功效。 八,浮症俱邪,纠正气血溺乱,防治阴炼其他功法不当所导致的各种偏差,增强人体免疫功能。 九,治神经衰弱,失眠乏力等,永泉学意为肾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,源于足下,涌出灌溉周身各处,尤其对神经衰弱,精力减退,失眠乏力效果显著。 十致头痛,致高血压等,平时按揉永泉学,有助于治疗咽喉肿痛,头痛,眩孕,高血压等。 手心拍脚心,方法超简单,准备姿势,采取坐的姿势,平坐,如同坐椅子,或者单盘,双盘均可,根据自身的条件而定。 姿势要端正,以舒适为准,切勿勉强,拘束,双目应轻蔽,自然地放弃一切念头,周身保持轻松自然的状态,静坐约一刻钟。 拍打着力的部位,手掌心劳工学对打足心前三分之一处的永泉学。 按照规定的拍打次数,打完一侧再更换拍打另外一侧,依法拍打相同的次数。 拍打次数逐步递增,但不超900下。 拍打时间,每晚一次或早晚个一次。 日常保健者,每晚练习一次,或早晚个练习一次,有时间多练一家。 专门练功疗病者,每晚应练六次左右,年劳体弱者,应循序渐进,以不感觉疲劳维度的原则。 拍打原理,肾为人之先天之本,健康的体魄有赖于充盈的肾气来维持足心是肾经的起始段,可谓本中之根。 永泉学位于足心肾经的重要学位,景学,是沟通人身整体与地气相通的枢纽。 用劳功打永泉,手心打足心,在经络学位的调节与沟通过程中,使心肾相交,水火寂寂。 火不上眼而神自清,水不下肾而经自顾。 道家不外转之密,拍打巴虚,人体有八个大窝窝又称巴虚,他们是双叶,双肘,双臂,脊两胯,和双祸。 巴虚也是寒冷冬天人体最暖和的地方。 据说这巴虚小到治感冒大到治疑难杂症,是道家不外转的秘诀。 虚就是薄弱环节的意思,衣上最容易粘灰的地方都是叠褶处,人体的巴虚就好比这些地方。 五脏之邪就喜欢藏匿于巴虚。 五脏之邪藏匿于巴虚,肺心有邪,脐气流于两肘,再肺则齿则,再心则少海之刺。 流,当作流,下童,甘有邪,齐气流于两叶,七门,冤叶等学之刺,脾有邪,齐气流于两臂,脾与未合。 齐脉皆自禁骨上出冲门,气冲之间,故邪气流于壁跨者,为脾经之病。 肾有邪,齐气流于两祸,肾与膀胱为表里,齐经皆出息后阴骨,尾中之间,故邪气流于两祸者,为肾经之病。 拍两肘窝,拍散心肺邪气病气。 一,心肺疾病,常常能在其肘窝部位摸到一个压痛点,轻轻一点患者就能痛得叫起来,找到痛点拍打他,使淤邪散开,则正气自负,邪气自然无从所留。 早晨起床后,在肘窝处捏一捏拍一拍,找找是否有硬结或者痛点。 如果有比较强烈的反应,就说明身体需要及时调理了,那就要有意识地增加一些拍打的次数,将痛点或者硬结拍散开。 二,拍肘窝可致皮肤搔痒,肺主皮毛,拍打肘窝排解湿毒,就能止痒。 由于湿热长痘痘,或皮肤到了冬天很容易痒痒的人,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 肘窝的拍打方法,把左手臂伸直,用右手找到左手臂的肘横纹正中,用右手大拇指点住它定位,找到后,可用右手的四指并拢轻轻拍打。 每次八十一下即可,力量可由轻到重。 一般心肺有热的人,拍打后就可看到肘窝局部发红,甚至能拍出纱来。 拍两夜,治疗肝病,心脏病,两夜主要走四条经脉,肺经,心包经,胆经和心经。 肺经出了毛病,比如肺气被庸置的话,会出现繁心胸满的现象。 夜窝肿胀就是心包经出了问题,夜下还走胆经,胆经出现毛病以后,有的人会出现严重心脏病的感觉,教心邪痛不能转侧,还伴有口苦,且喜欢长须短碳。 夜下长了一堆东西,也是胆经被遇的象。 心经会造成整个手臂的麻痹,手臂冰凉,活动不便,同时感觉咽喉特别干燥,想喝水。 日常生活中有些人常有长中热的毛病,这一般是跟肺经,心包经或者心经有关。 拍两臂治疗一切妇科病,拍两臂,大腿内侧与小腹胶接触的腹骨沟部位,治疗一切妇科病。 拍打两臂不仅能加速气血运行健脾胃,拍两臂胖人能拍瘦,瘦人能拍胖。 还能刺激两个对治疗妇科病非常有效的两学,气冲冲门,具有治疗月经不调,不孕,痛经。 双脚冰凉的作用和治疗崩溃带下妇科炎症的功效,还能治疗难科和血脉不畅导致的血于弹湿。 具体方法就是直立,用双手轻轻拍打两腹骨沟,逐渐加力,直至两臂微微发热为止。 每天拍打两到三次。